这些危机会要看危机本身发生的 就是比如西班牙的状况 意大利的状况 希腊状况 本身是不是解决了 这个问题可能会来的更根本一些些 好那这是欧洲 那美国的话呢就是在今天了 今天的话呢 这个联准会他们的一连两天的这个政策会议在召开 所以呢稍晚周末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谈话 到底QE3是不是会推出这部分的话呢 大家都还在观望都还在等待 但是的话呢期待值似乎也越来越高 这因此也带动了这个美国股市的上涨 包括欧洲其实也是了 好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但是在今天其实还是有两种 我一样的声音 我一方面就觉得 应该会好犹豫的 就是呢就QE3下来了 但是呢另外的话呢 就是还是有一些 然后欧洲的QE3 所以不见的会实施 不见的适合会实施 他今天看到的呢 呃最新的啊是也是一个 算是很知名的算是 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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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啊 我其实啊 呃投资 我真的说 我认为 他说呢 其实QE3啊 因为 我认为 会让美国的联组会 看起来跟傻瓜一样 呃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 QE1失败了 他认为QE2失败了 因为他觉得 这个钱只是让市场的资金看起来流通的多一点而已 但是呢是不是真的有助于美国的积极发展 是不是真的让美国的就业率增加了 工作增加了 那这个资金倒不乱窜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其实没有办法去证明 有足够的理由啊 你去推JUV3 所以呢 他不政府JUV3在以前世上是适合的 但是是不是 这个联统公民科都这样的决定 或者是说呢 在昨天也有增加说 那还不如我把这个压低利率 在这个接近零利率的水平 把时间延长到2005年 投票效果也还不错 那不需要去用钞票 那这一部分呢 到底状况如何 尤其是今年的美国大选拟 其实今天稍晚就会知道了 但是也因此 这个就亚洲这部分来说的话呢 实际上就会在今天 充满了一些 官网期待不确定 但是目前看起来 资金很多都被齐了 所以呢 这样开过这部分的话呢 也想到说 从昨天开始交易量就非常的高 大家似乎呢 就是万金齐发 准备呢 等待这个火销事一出来 大家就要上场了的感觉 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呢 也因此 有些投资公司 像是呢 花旗环球 还有呢 瑞银 在外资都认为 呃 其实就算有QE3 也不见得所有国家的股市 都因此可以乐观看待 毕竟呢 全球的经济的局势 并没有完全的 就根本的问题当中去解决 包括呢 台湾也是 他们这边也特别 提到说 目前呢 企业的获利状况 不见得很好 还包括了全球的 这个经济状况 包括台湾的一些 出口的表现等等 所以呢 也不要太过寄望于 美国的QE3 好 现在就大致看起来的话呢 是今天 呃 再来自于欧美部分呢 比较重要的消息 我们先休息会 再回到现场 在屋床 洛华里的桃园 在百叶床 北部的青少年 在公司玻璃窗前 加班的历新年 在新窗前 为亲爱的准备 嫁妆的愣一眼 想调新的窗口 美善窗 也不想让你 不想让你 不是你正在网上 你呢 有在送出什么呢 是 老公 是 我 我 是 不可 是 感谢观看